65. 新聞臣報 商業銀行觸網升級 2015年7月8日理財A23 臣報記者劉志飛、理財主筆 國務院近日剛剛引發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家行動的指導意見 明確未來三年以及十年的互聯網家發展目標 提出包括智慧能源、便席交通、普惠金融、協同製造 綠色生態等共十一項重點行動 商業銀行擁抱互聯網的動作近期也不斷升級 普法銀行昨日發布 加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 通過逐步串聯和整合普法銀行集團內銀行、基金、信託等資源 打造與線下無差異服務的全新線上普法銀行 零售業務以基本上線普法銀行副行長姜明生昨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普法此次推出的 普法銀行電子銀行部總經理丁偉介紹 S.P.D.B.加的三個產品特色指的試用入場景的互聯網金融消費服務 如可以實時申請、實時放款的普銀點貸 貫穿企業個人兩端的互聯網直接投融資服務 如日前普法以恥然推出P.E.P.理財產品 還有以信息為驅動的產業鏈金融服務 鑑於互聯網金融與個人客戶金融服務模式 天然的相近 S.P.D.B.加第一階段主要圍繞個人客戶需求 進行了相應的服務創新和儲備 目前 所有的零售業務已經基本完成有針對勝地改造 率先實現S.P.D.B.加融入 也就事說 除了現金之外 個人客戶在現在網點能辦的業務 在線上都能辦理 國家銀行增相觸網事實上 近兩年銀行對互聯網金融已經發生了180度轉變 從冷眼旁觀 到草草準備 現在即是全面加快互聯網金融戰略的實施 今年3月23日 公行正式發布了互聯網金融品牌 成為國內第一家發布互聯網金融品牌的商業銀行 隨後公行又在6月15日成立首個互聯網金融營銷中心 統籌全行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營銷推廣和運營管理 建設銀行更一也制定了互聯網家的相關戰量 其內涵既不是顛覆金融的本質 也不是打造一個孤立於集團主業 渠道與體系之外的網絡銀行 以示牢牢把握以客戶為中心 用互聯網的思維和方法來改造整個建設銀行 此外 興業銀行與螞蟻小美金融服務集團 已於6月12日在杭州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正式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興業銀行互聯網金融報局在下一城 平安銀行近日推出一款專項支持 互聯網家創業創新的互聯網金融服務產 興地創業二 造力智慧原區大撲平 萬眾創新 那麼普法銀行推出的 S.P.D.B. 加於同業的互聯網金融業務有什麼不同 普法銀行副行長姜明生昨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首先 同業的互聯網金融更多是產品創新和渠道創新 而普法推出的是一個平台 是一籃子服務解決方案 其次 集團化經營是普法銀行下一步的主要戰略 S.P.D.B. 加的定位是集團的平台 讓集團各子公司業務實現互聯互通 普法是水P.E.P.業務P.E.P.網泰行業近兩年風生水起 但商業銀行直接推出P.E.P.理財產品的並不多見 在昨日的媒體溝通會上記者注意到 普法銀行此前已小小推出多款P.E.P.理財產品 未來S.P.D.B. 加平台上也包含P.E.P.業務 也不算太高,比貸款利率率高一些 銀行系與上市公司系、國資系並稱 P.E.P.平台中的三大高富稅 業內人士表示,銀行系P.E.P.平台的特點可以歸結為兩點 即收益率偏低,風控實力較強 儘管銀行系P.E.P.的收益率普遍低於百分之十 但其強大的資金實力以及穩健的運營風格構成了得天獨口的品牌優勢 吸引了大批投資人的青睞,神報信銀聯國際近日在韓國推出退稅即時到賬服務 並與主流機構合作發行當地首將銀聯閃負卡 還在商戶受理環境優化、豐富用卡權益等多個領域取得新進展 據悉,銀聯國際與韓國最大的退稅服務公司Global Tax Free合作 首次推出中國境內銀聯卡卡號以62開頭 持卡人在韓退稅即時到賬服務 這也時日今為止當地最快值得退稅服務 標誌著韓國的銀聯卡產品和服務創新又獲新進展 遊客在G.T.F.W.商戶購物後 可在市內退稅服務台領取退稅單 離境時在各大機場和港口海關蓋張後 向G.T.F.推稅窗口提供姓名 護照號、國籍、銀聯卡卡號和身份證後6位 即可申請退稅、稅款即時反還資該銀聯卡中 既然不及時反還要改善 既然不及時反正與領域